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跟幾點 乾一杯 我是最喜愛台灣的幾點好儀 那我們先來看清千的下酒菜 到底是什麼呢 紅包雞丁 我很久沒有吃 台灣到地的紅包雞丁 喔 對對對 這是這個製品 其實老實說我很久沒有來台灣住在 所以一直很想喝這個神之水 いただきます 台灣啤酒 真的是準備 好 今天的主題是日本的消費稅 最近日本的消費稅再度調整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消費稅 通通從8% 調整為4% 那 到底什麼東西的消費稅 我只18% 然後什麼東西的消費稅 調整18% 你們台灣人應該看不懂 每個人說我們日本人也搞得清楚 這個無殺殺 好 先別說這麼多 各國預計乾杯吧 乾杯 好 首先這是日本消費稅的調整 在日本引起了不少的化學 日本非常有名的兩根瓶神 一個是新鮮母大獎 對曼舟頭 然後另外一個是 吃飯洋芋麵 對曼舟頭 根據日本國稅廳的發表 你看新鮮母大獎 這個臨時裡面的貼紙 並不是那麼豐富的東西 所以可以維持5%的消費率 不過吃飯洋芋麵的話 這個臨時也有酒院卡 就是算是 奢侈餅 長成10% 所以簡單來說 奢侈餅的消費稅是10% 然後日用餅的消費稅的藥是8% 所以我最心愛的酒類 當然是10% 因為酒類明明就是奢侈餅吧 但對我來說 省節水算是必需品吧 啊 我幫過我的日子太幸福了 喔 差點忘記了 日本的便利商店 也有很奇妙的現象 在結像前也要說 內容還是外帶 外帶的話 消費稅是8% 不過在內用的話 消費稅裡面 超會10% 所以如果你要在便利商店裡面 的位置吃便當的話 消費稅裡面超會10% 真是很奇妙 啊 啊 啊 好 那在這裡讓我解釋一下 日本消費稅的 葉可 在日本的歷史上 首次提出 消費稅真的破搶的手項是太平正方 他在1978年 當首項總理的時候 提出他自己消費稅的破搶 當首項總理的時候 首次 消費稅終於失省 那個時候的比率是13% 所以那個時候 日本民眾還覺得 喔 但是 13%的話 還可以把 友戰的背景 日本第一次消費稅終於失省 那機械商呢 在1997年 曹本羅太郎 他當總理的時候 把消費稅 100%之3 整成500% 不過他的 那個決定 讓日本經濟 陷入長期的 東貨緊縮的狀態 不是的當天 一直 破壞了什麼的決定 那為什麼 東貝經濟商主要 這是需要調整日本的消費稅 東貝經濟學院的主要概念是 把企業的發展成長 放在最優先的位置 然後國家預算的 不夠的地方 以後我們增加消費稅 來理解 十字歲 十個 第三是我對日本消費稅的 建築如果大家對 今天的節目 對於有任何的想法 歡迎到下方留言 讓我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按讚 訂閱我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哥啦